美國簽署總川普在遭到封口非案定罪後 表示他絕對會對本案提出上訴 不過這個流程也必須等到裁定法官7月11日 決定刑罰後才能進行 因此近日他在接受福斯新聞的專訪時 也表示自己已經做好可能會坐牢的覺悟 川普表示他雖然能夠接受這點 但對他的支持者來說 判他坐牢有可能會是一場引爆點 拜登則在川普遭定罪後 幸災樂禍地表示 川普被定罪的過程全部都符合法律程序 拜登自己的兒子韓特在認罪協商破局後 在3日因非法持強案出庭 成為首位接受刑事審判的總統子女 而外媒也預估 雖然韓特不大可能會因此遭判服刑 但本案審訊期間 預料將會曝光更多韓特的吸毒史 而拜登的政敵更會加以利用 韓特今年9月還會面對9項逃稅罪名的審判 在這次的總統大選 兩位候選人的焦點似乎都被帶到了法庭裡 韓宇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韓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